粉黑色西裝搭配美艷濃妝 大陸女星范冰冰22號晚間出席影音平台活動 宣告將正式全面復出 雖然沒有受訪 但面對鏡頭全程微笑 展現女神風範 仔細看看她的配件 不只衣服 精品包包 珠寶 都被眼尖網友發現 都是最新款 揮別逃稅風波影響 終於亮麗現身 而復出早就有機可尋 三月底范冰冰美容院開幕時 她就被拍到戴著口罩躲在一旁 早在一月 網路也曾釋出 替眼鏡品牌戴眼罩 二月過年期間 微博也曬出四張素顏美照 向粉絲拜年 連延宕多時的電影 也終於要上映 空氣瀏海 飄逸長髮 仙氣十足 如范冰冰和如意傳女星 李慶 新直磊 黃軒合作 有望在今年播出 之前參與好萊塢片 三五五一度傳出遭換角 但導演表示沒有這件事 確定開拍在即 曾經一年不斷有復出消息 如今終於現身螢光幕前 還開心與友人合照 展現親和力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有知情人士私下透露 范冰冰出席這場晚宴 是在試水溫 評估外界對她付出的關注程度 記得順應李玉涵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